OK 看這個房子一到現在呢 我們才要介紹所謂的玄關區域 因為它其實跟餐廳是合在一起的喔 對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看我們這個大門一進來 你會覺得說我們這個餐廳跟這個玄關 其實它是兩個很局促的一個區域 所以也就是說你玄關一進來 你會特別感覺到很擁擠的感覺 如果是以它原始的格局來看的話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在餐廳的設計上 我們做了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我們刻意的把餐廳往玄關靠 那以一般的想法來講的話 你會覺得說它已經夠小了 你還把它往 你還把餐桌往玄關靠 其實不是我們把餐桌往玄關靠的用意是說 我們希望把兩個空間藉由這個餐桌 我們去做結合 這樣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玄關空間 在視覺上看起來是覺得更大 就是餐廳也用到玄關的空間 玄關也用到餐廳的空間 兩個互相幫忙都變成是一個比較寬敞的空間 對 沒錯 OK 一般來講啊 通常如果這個門打開後面有這樣的一段距離 是 這真的很難用 其實常常我們看一些剛新蓋好的房子 其實未必說每個建商都考慮到說 我們大門後面這一段小空間 能夠在我們室內裝修的時候可以利用得到 但是它又是因為是分戶牆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去動這一面牆 所以我們會利用它的後面這一段 搭配上我們規則的設計 我們就是說從它的門後這一段雖然比較淺 但是我們認為它還是多少少可以做一些收納 然後我們把它樓前變深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收納櫃 不會說比如說這邊需要比較深的櫃子 到這邊就斷掉 然後那後面變成一個空白的區域 那你看到我們整個比如說 它的上下吊櫃之間的高度 也會由窄變寬 那這個也是對我們的視覺會有一些幫助 可以增加我們的一些視覺頻速 OK 玄關跟餐廳的空間結合之後 不僅讓這兩個空間互相都放大了 還可以有空間來做收納跟展示 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利用把餐桌往巡觀靠的這個設計 然後讓巡觀的空間變大 那其實它還有一個用力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餐桌跟牆面之間的距離加大 所以我們在餐桌的前方 我們可以做一個展示櫃 那邊可以做一個電氣櫃 OK 這個黑烤的拉門後面是電氣櫃 它是一個電氣櫃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有做一整面的造型 那其實在這個門的打開來 它是主臥室的門 你說這個嗎 對 哇 真的耶 對 怎麼會對稱的 其實我們這樣做的用意是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用意就是說 一般如果說我們主臥室的門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勢必這邊會形成一個走道 對 那如果這邊形成一個走道的時候 我們的餐廳的區域是 就是扣除走道之後的一個寬度 所以無形之中 我們的餐廳會變得很小很局促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設計 可以讓我們整個餐廳變成放大 很大的一個空間 OK 我懂了 就是不要暗示大家這裡是門 對 那麼走道的空間就不存在 它就是餐廳的空間 對 我們就可以把走道的空間也納入 變成一個餐廳的一個空間 OK 好 那麼接下來你剛剛告訴我們 你在這個客廳某一個牆面 用了一個很漂亮 紅色跟橘色中間的這個顏色 是 你說有要串連空間的意思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剛剛我們提到說我們客廳的牆面 主牆面已經開始做一些顏色上的變化 你可以發現 就是說我是利用這個設計 把我們整個客廳跟產品做一個結合 所以你看到這面牆 它也是跟客廳的主牆面是同一個設計 那我們再繼續把這個顏色延伸 把它顏色到我們的主臥室去 好 這時候你就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如果說我們把我們這個主臥室的門打開之後 其實你看這整個空間 因為用這個顏色 而把整個空間把它串連在一起 從那個角度看過去 整個好大的感覺 對 所以視覺的頻數會放大很多 無限延伸 是的 其實這就是紐約locked風格的精神所在了